图片来源,如何鉴别打蜡苹果专家称,果皮上的蜡主要有三种情况,苹果自带的果蜡,果农上的食用蜡,不法小贩上的工业蜡。 前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,实在要去除这层食用蜡也很简单,用热水或盐水冲洗即可。 挑选打蜡水果时,可用手或餐巾只擦拭水果表面,如能擦下一层淡淡的红色,就很有可能是工业蜡。 直检部门的工作员则称,食用蜡和工业蜡不太容易用肉眼分辨,水果时用前应用盐水清洗,或者干脆去皮之后再食用。 继续看下去,如何清洗打蜡苹果食盐清洗法,苹果淋水浸湿后,再表皮放一点盐,然后双手握着苹果来回轻轻的搓,表面的脏东西很快就能搓干净,然后再用水冲干净,就可以放心吃了。 这样清洗的原理是利用了盐的小颗粒状态,增强了摩擦,而且,食盐本身也有消毒作用。 牙膏清洗法,不要感觉把牙膏涂到苹果上很恶心,你每天刷牙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牙膏了。 将牙膏涂在苹果表面当清洁剂,这个办法也很好用,因为牙膏里面的活性剂很容易把苹果表面的脏东西带起来。 热水清洗法,用热水洗苹果也是个很好的办法,这样很容易将苹果表皮的保鲜剂等清洗掉,这样洗出的水果就可以放心吃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